来来 推一推 佩依是有先讲的对不对 对 我是因为从小单亲家庭 然后妈妈很辛苦地把我抚养长大 所以我当时以前我就认为说 择有的条件是一定要 第一个要孝顺我妈妈 然后第二个 后来慢慢慢慢到了30岁的时候 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 我可能就是必须要没有 就是我没有那个公公婆婆的那种压力 我才要跟她谈恋爱 不然浪费时间 觉得如果还要叫说 我这个媳妇一定要跟妈妈住 人家一定不同意对不对 我曾经有谈 与其要去客服很麻烦 因为我曾经有谈过恋爱 也是一个独生子 家里很有钱 他必须要我搬过去跟他爸妈住 可是给我妈妈一笔钱 叫我妈妈到养老院 或者是给他请佣人 那我感觉 我妈妈觉得好像在卖女儿 所以他就说你自己决定 那当时他三颗拉钻戒 他问我说你愿不愿意嫁 不要走演艺圈下西下井 他妈妈说的 所以我就一难绝了 他觉得我自己可以赚钱 我不要这样的男孩子 所以后来直到 我遇到我的老公的时候 就是我很清楚地跟他讲 我将来 就是结婚以后 我不到你们家住 你必须要到我们家住 可以的话 你再来跟我谈恋爱 然后还有妈妈说 你必须要会讲中文 因为那时候 我跟我老公认识的时候 也36岁了 那我觉得也该演戏 什么什么也都演过了 所以我想说停下脚步 真的跟这个男人过生活 那我妈妈所开出来的条件 他每一样都是 I do 他那个时候中文不是很好 你是要碰到这样的人才行 对 就我很幸运 一般来讲男生很少会说 因为跟对方结婚之后 要跑到对方家里去住 尤其是韩国人 而且我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是在拍戏君子兰花 我老公是带着电脑 跟我妈妈讲 他有多少股票 有多少房子 他有多少资产 然后他每个月的薪水是多少钱 他可以给我多少钱 对 他自己心甘情愿的 还有我觉得最伟大的是 他在我们关门发冤权 因为什么 他是 中文不好 中文不好言 不是 因为他 等于说是算是讲 就是等于嫁到我们家来 其实等于说 因为我公婆都在美国 然后也不会讲中文 所以他等于到我们家来 那当时我婆婆 他自己也是离过婚 带着两个小孩 嫁给外国人 所以他懂得单亲家庭的那种妈妈 的辛苦 所以他就说 好 这个儿子给你 我还有个小儿子 没关系 因为他说配音很孝顺 好贴心哦 我婆婆蛮好的 然后到我们家以后呢 妈妈 就是我老公都没有发言权 因为他礼拜一到礼拜五赚钱 礼拜六 礼拜天回到我们家 我妈要吃红烧的 他就好 红烧 其实他喜欢吃日式的 那种清淡一点的鱼 可是我们都是以妈妈为主 包括我妈妈那个花台 我们家那个阳台上面 因为我们住12楼 那个花台 我妈养的那些花都很重 那我老公说 因为那个怕那个 嫁台太老旧 说干脆换小一点的 我们去假日花式买 妈妈说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 我老公就说 这样砸下去 万一砸到路人 把人家砸得怎么样 很危险 我妈就说 这是我的家 OK 我就会在中间调和 说好 妈妈的事情 你就不要管 所以这个是条件先说好 你的还要克服啊 你的爱到太深的时候 再来踩刹车 说不能结婚 那很痛苦 对对对 这也是一个方便的事情 对不对 先讲清楚 那你当时呢 不是 你听完佩依姐的例子 你还有脸在那 我正要走 我正要走 我先输了 佩依跟亚宇你换手 我正要走 好 你听完佩依姐的 现在是我讲 就是你要跟 你看你要跟我妈住 你也没有 是我搬回来台湾跟你住 然后你在家里 也都是 当时有答应吗 就是当时虽然 当时没有办法 不管怎么样 已经继承事实 我在台湾跟她住了十几年 你看佩依姐家的例子 可是本来就是 你让我的工作在台湾 我不可能不要男性去住 很男性 不是 我们就听佩依姐的例子 可是我老公也是工作 不在她每个礼拜会 那不一样 不一样吗 我当初跟云妮谈恋爱的时候 这压力是非常大 因为她独生女 你看 对不对 为什么压力大 我过年到她家里面去拜年 到她亲戚家里面去 我一进门我就知道 我不对了 完了 家里面 什么舅舅 舅妈 伯父 伯母 什么表哥 离北 三北 四北 有没有 这一餐应该吃着不好吃这样 坐下没多久 她的表姐什么 就把她吃开了 带去逛街了 就把我一个留在家里面 然后呢 就是所有长辈都坐在旁边 开始问我了 那你 我们家云妮 已经大学快毕业了 其实我们都把她安排好了 到那里去教书 甚至于到哪个电视台工作 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 现在跟你谈恋爱的话 有可能跟你到台湾去 你可以给她什么幸福 你现在工作是什么 你每个月大概可以赚多少钱 真的 跟我妈问的一样 对 就是一模一样 一样 但是那感觉就是 你感觉很不舒服 因为那么多人坐在你身边 对 真的 然后我就告诉她说 其实我是很真心诚意要 跟与妮交往 但是那个气氛真的非常不好 可是多亏我是独生女 我是很有主见 我的意见不需要参考 我妈妈家里的意见 我才会那么冲动 冒然地做了决定跟你交往 所以你嫁得我是虚子的 就是你爱她 你嫁得很好啊 对不对 你相信她才会 我妈到现在都一直讲 你嫁得好是虾猫碰到死老鼠 谁是虾猫 谁是死老鼠 对 因为我就是很有主见的那种 我当初跟她交往的时候 刚 我妈刚知道我跟她交往 我妈是非常的不同意 就说 如果你跟她交往 那我们就不要讲话 她没有说那么绝 说断绝母女关系 她就说 那我们就不要再讲话了 然后我妈讲完这句话之后 我就把我的东西收一收 搬去我同学家住 然后我就是 那时候就离家一个月 就是我都不回家 然后都去我同学家持住 然后是后来我妈 就到我同学家去找我 是我同学的爸爸 安慰她就说 哎呀 女儿 你就让她去试试看 如果不好 她自己就回来了 那个时候 我妈才勉强同意 让我跟她交往 所以才会有 后来她过年来拜年 我阿姨他们 逼问她条件这件事 因为我妈妈不好 就也不想正面跟她说 所以就拜托家里的亲戚 这样问她 那后来在交往的中间 我妈后来知道 一年半之后 我真的要结婚 我妈一直抱着那种想法 就是还有年轻二十岁嘛 玩一玩 玩个一两年就回来了 没关系 可是没想到 我真的一年半之后 就跟我妈讲说 我要结婚了 很好啊 对不对 要不是当初前天这么好 你今天会 很好什么 我应该女儿养那么大 就这样回来 你又想想过妈妈的生活 好 我跟你讲 这就是独生 你会有这种状况 对 就混了头 所以我们就变成我们压力就特别的大 是啊 我们碰到的都是这样 你也是独生女儿 将来你女儿也是这样 你女儿也是这样 跟你讲 嘿爸 我要去拍婚纱了 快点我拉人 最后才通知你 你受得了吗 我跟你讲 没关系 你敢碰我女儿 你试试看 你受得了吗 我跟你讲 我现在是受不了 但是我必须要去接受了 所以你就这样告诉你妈 对 然后我妈就一直忍着好 你就结婚你就去 结果我在要收拾行李 我是雀悦的心情 收拾行李 要离开南京的前一晚 我妈终于忍不住在我面前 崩溃大哭 就是哭到歇斯底里 就是我怎么没想到 你突然说走就走 那你走了之后 因为我又是单亲 我就是跟我妈妈 然后我妈就 你走了之后 那后面我很多事情要怎么办 太任性了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想到那么远说 我嫁来台湾 那个时候的政策 是我妈妈不能去探望我 我只能再回去看我妈妈 所以我根本想不了那么远 那我妈的考虑就是 你嫁出去可能就回不来 就我一个人在南京 好 那这个她就哭嘛 我那时候是雀跃的 可是回到台湾来之后 后来又生小孩 然后我定机会把小孩 带给我妈看 我妈那时候 有一点事情在忙就还好 可是小孩三岁以后上幼稚园 所以我妈带小孩的机会就变少 再加上她更年期到了 然后就没想到 我妈在小孩三岁之后 就得了忧郁症 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忧郁症 他有点 Peter三岁的时候 三岁之后 因为上幼稚园 那你三岁之前是给妈妈带的 就是我每年会回去很久的时间 让我妈帮我照顾 那时候我妈有照顾 然后心里有个寄托 就觉得还蛮开心 可是三岁之后 她的忧郁症很严重 她有整整两个月 是一分钟都没有办法合眼入眠 然后各种医生 就是西医中医全部都看过 都没有效 然后都没有办法睡觉 然后那个时候的状态 就非常的不好 就说我每天从太阳升起 我就在想我这每一分钟 每一秒要怎么过 那我现在才五十几岁 我未来要再活二三十年的话 我二三十年 因为她也退休了 那我这二三十年 是不是我就是每天 睁着眼睛开亮身 然后看别人家的 别人家的爷爷奶奶在带孩子 然后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看儿女回来看妈妈 可是我就这样 一分一秒的等着我女儿回来 我女儿却不在我身边 因为那个时候政策是这个样子 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说每次雨霖回南京 她一年回去一次两次 她回去多久 其实基本上我都不会去阻止她 可能两个月 一个女儿那么大 对 我从来不会阻止 直到我太太拿到身份证以后 我丈母娘能够来台湾 立刻就申请过来了 所以每次她可以住两个月 或三个月 我随便她住都没有关系 有没有好一点 后来就好 后来我就是把她申请来台湾 她住了三个月之后 因为又靠一些宗教的信仰 她真的有慢慢地恢复 她每年可以来住三个月陪你 我是希望都可以申请她来三个月 不过她 你嫁了她虽然舍不得 可是我看到小Peter 她应该很开心吧 她就所有的寄望都在Peter身上 每天打电话就是要跟Peter讲话 问Peter功课怎样 OK 哇 天哪 我都在想 吴敌儿 如果没有跟我讲 然后就跟我讲 她要结婚了 我跟你讲 我都跟她讲说 你不管去全世界哪里读书 都可以 OK 我一直希望她在亚洲读大学 因为我去看她们的房子 一个嫁到美国 一个嫁到英国 怎么办 然后她就一定要去 很远的地方读书 我说没关系 你去哪读书 我就跟她附近买房子 好 谢谢 那问一下这个小韦 你也是娶独生子女对不对 是 那有什么困难吗 其实因为像我老婆 她就是独生女 那所以她的家庭 都很关照她 照顾她 然后也相对的也会很控制她 所以她嫁过来之后 她爸妈就连我也开始控制 就每天打电话来查情说 你现在在干嘛 那你几点要回家 那你今天有没有陪老婆吃饭 然后甚至会要求说 假日你就是要回娘家 那如果要约会可以 我们要跟着去 所以我们之前 对 我们之前有几次想 因为我们新婚 其实在半年 那我们想说 有时候要浪漫一下 我们就去看夜景 就她爸妈也跟来 爸爸站在后面 没有 没有 我们那时候 文字好多 我们那时候看夜景的时候 我牵着她的手 她妈妈还牵她另外一只手 就整个 而且最严重的一次是 因为我们新婚嘛 那想说就像潘老师说的 放对位置 然后生个孩子这样 对 对 那我就特地还去 就是订了一个 那个交戏的一个饭店 然后三天两夜 然后就很开心 然后跟老婆也很开心 想说 就是浪漫一下这样 结果我们到达的时候 她爸爸居然在饭店大厅等我 然后说 你们怎么那么慢 怎么让我们等那么久 她怎么知道你们订了交戏 她怎么知道你们订了交戏 因为老婆女儿奖 对 你看 天哪 她自己也订一个房间 她们自己也订一个 然后就三天两夜 然后每天早上敲我们门 吃早餐啰 天哪 然后就入服务 对 入服务 整个气氛都没了 天哪 向向 说的是你吗 你看她坐那边无动于衷 不然还有别人吗 假装没事这样 她绝对 那你老公 这个老婆好漂亮啊 所以你看到 饭店看到爸妈 你没有惊讶 不会啊 她是亲切 自己通知他们的 套好的 也不是啊 就是因为我不会去骗啊 就是爸妈可能他会问说 我这个礼拜我有事情 我不能回去 我都会讲说 妈 爸 我这个礼拜 我们可能要去哪边玩或干嘛 所以我就不回家啦 那他就说哦好啊 那你们要去哪里 然后我想说哦好 我就都讲啊 因为不需要去骗或是干嘛 那他有没有跟你讲 他也会去 好像是没有啦 而且真的住隔壁吗 原来独生女的父母 已经可以这样做 以后我女的生儿子 生小孩还在旁边 你也可以住在那旁边 你也可以住在那旁边 可以吧 对 夸张耶 真的 对不对 好 海黎呢 他也要住一起吗 对那时候我们都是住一起 就是他家人就是说 就是你们只要结婚了 你们就要住在一起 嗯 就跟家人住一起就对了 对 他是跟家人住在一起 然后就是 其实他家人很古谋 那所谓的家人古谋是 公公婆婆还是他 就是 公公跟婆婆 然后他本身都很古谋 所以就是 确定公公不要看这一集 好 一家都古谋 对不对 好 怎么样叫古谋 你一定的标准 就是那时候就是 他们洗衣服的时候 就是他们本身身体 都会有过敏的体质 然后就是洗衣服会有固定的牌子 就是说 我譬如说我一定要用一尺零 就是要坚持用一尺零 然后有一次 我想说心情好 然后去逛个街去逛个卖场 这样 然后就想说 诶 然后这洗衣机是还蛮便宜的 然后我现在要做特价 然后我想说好 我想说买回来用用看 然后结果一买回来 然后我要试用的时候 然后婆婆就说 你在干嘛 然后我就说 干嘛这么凶 然后说 你不知道我们全家都会过敏吗 然后说 就是试试看啊 然后说 你把全部衣服都有重新洗过 然后那时候就是 然后就是很生气 我就觉得说 就整个很无辜 无辜到一个不行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 跟老公公认识就是说 因为一个洗衣精的问题 然后我们婆媳 然后整天都在吵架 吵个不停 为什么 不是那个就重洗就好了吗 他还继续念 对 然后就是继续念 因为它是属于就是 妈宝的一类 对 那你以后就把它分开洗嘛 反正她们的衣服 她们自己洗 你要的头 你要的洗 哪有那样子 注意家里 一起洗 一个篮子 都是一起洗 这样比较方便 那飞飞呢 另外一半有提出 特别的要求吗 有 因为我是家里独生子女嘛 唯一一个女儿 然后呢 我父母也是比较传统 所以说当初就是有要求我说 如果将来的结婚对象 你要先跟对方讲清楚 对 然后结婚后生了第一胎孩子呢 就要从母性 有些会 对 要延续我们家的相活 不管男女吗 对 第一胎 然后呢 我那个男朋友那时候是 非常非常的反对 他没有办法接受 他可以接受第二胎是吧 没办法生第二胎 他的意思是说 他一胎都不能接受 他一胎都不行接受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 好吧 那如果不能接受 那我们就不要继续交往 我们就分手了 那这样子就免得 将来会那么痛苦 好 那后来呢 他就挣扎之后呢 他答应了 他爱你啊 对 他够爱我 对 我很幸运 然后呢 可是他的父母呢 不能接受 所以他脚在中间非常为难 非常为难 然后呢 大战的几百回合之后呢 大战几百回合 对 因为他脚在中间 要当夹青柄 哦 那个大战 他要面对我 面对我父母 要面对他的父母 所以他好辛苦 我还开始掉头发了 他非常辛苦 然后呢 父母有跟我讲说 没关系 那将来如果说 这么 如果说 因为我爸妈非常强力要求 他们愿意让步 所以我的第一胎呢 是从母性 是从母性 那跟我的性 可是我也答应了他们 将来第二胎呢 那我就会回归原来的男方本性 这样子 那我很幸运 我第一胎是双胞胎 哦 好棒哦 所以只能两个 全部都跟母性 可是同样都男生吗 不是一个 龙凤胎啊 没有 我们不是算几个 我们算胎 胎数 第一胎 所以我第一胎就生了两个 两个全部跟母性 我爸妈开心死了 男生女生第一胎 各有 哇 太好了吧 龙凤胎 对 第一胎就龙凤胎 对 那你爸妈有帮忙带 我爸妈有 非常开心有 那在小孩的满月里啊 那些有没有表现一些诚意 非常多 非常大 非常美丽 可以让我们知道 大概有多美丽吗 有多大 包成包就包了五十万 哦 还有欠干妈妈 受死一半 我受不出来 对我跟你妈性 受我一半 好棒 人家不是用嘴说的 人家是真金白银拿出来 表现诚意的 可是那样有独生女才有 如果这么多的话 搞不好就没办法 就是独生女才要说 跟她们性 那龙凤胎有包你吗 龙凤胎有打金子 金子 对 打金子 金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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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打金子 双胞胎都有 对 他有打 哦 而且以后这两个双胞胎 要读书什么的 方便啊 方便啊 一定处理了 对啊 阿公有说 以后的 南方这边阿公说 虽然是从母系 可是呢 他们的教育费用的话 还是由我先生这边支付 哇 等于有四个在谈 对啊 独生女的小孩都这样 我妈那边也是啊 对 我儿子在台湾有脚踏车 在大陆也有脚踏车 就台湾有什么 大陆也同样有一份 然后我到现在 只剩一个的原因 也是我妈就私下都跟我讲说 不要再剩了 不要再剩了 我舍不得你把爱分给别人 只留在我们家 Peter就好了 独生吃你是不是这样的好处 对不对 漂亮啦 就是这样 哇 被溺爱 对啊 没有 他就说他如果我想到 你要把爱分给别人 我都替Peter难过 所以你不要再剩了 对 天啊 我们才有 哇 那小菜呢 因为我也是独生子 然后就是在结婚之前 我都是负责就是 爸妈三餐我都要照顾到 然后结婚之后生了小孩 我想说因为我工作越来越忙 然后后来我跟我老婆说 那就是规定她吧 规定她要煮三餐 然后后来老婆也是因为白天要上班 然后又要接小孩 然后又要煮饭 那一直在跟我抱怨说 因为我爸妈比较会去嫌 她做的菜好不好吃 对 因为她做的菜比较清淡一点 比较没味道 所以她也是会为了这个跟我吵架 说我那么辛苦 赶回来做菜 然后又被咸东咸西了 很麻烦很累 那 就吵了好几次 也是前前后大概十几次 我说又受不了 我就跟她讲说 那就算了 那我们搬出去住 那我爸妈的生活还是 我回归到最原始的 我自己来照顾 我负责就是买饭啊 买三餐给她们 就是跟她就是算没有关系 就是这个麻烦 我自己来担就好了 对啊 所以她一点都没有帮忙 她有啊 她还是会帮忙 就是 因为被咸了嘛 对啊她就觉得说她那么辛苦 又被咸了 做到老干 咸到老干 对啊 不舒服啊 哇江江 你就是那个老婆嘛 对不对 蛤 为什么 所以你后来就没有做饭给她们吃了 因为都被咸说太咸 不然就是太淡 因为我没有做菜的经验啊 然后好几次都自己偷偷去外面买现成的给 就是现成的东西给她们吃啊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 我做菜有进一步 就很开心 后来你现在都不用做了 因为搬出来了 对啊 偶尔还是会回去做个一次两次 所以说老公比较辛苦 他要每天回去张罗父母的三餐 我会提醒他 因为他有时候也会忘记啊 提醒你啊 我回去还多辛苦耶 我自己 有的时候他生气跟我吵架 对 我没有菜可以拿回去你知道吗 然后就还跑去热炒店跟老板说 帮我炒一下 炒清淡一点 对不要炒得太精致 我还自己拿回去 你拿回去还跟我爸妈说 这你媳妇炒给你吃的 勇心啊 勇心良苦 勇心良苦 勇心也不多了真的 湘湘你可以嘴巴甜一点 婆婆要是觉得你做得不好吃 你说婆婆那我可以跟你学啊 然后你做一次我学学看 湘湘呢 大家对于自己的女儿或是儿子的另外一半 一定都会希望说她的条件是非常非常好 可是我爸他刚好他就是 因为我爸的学问非常好 所以他就会对于学历这个部分 他就会比较去强调一点 他会希望说我老公就是 去读个硕士或是博士 你看 感觉就是更完美一点 压力很大 可是你自己是吗 很好啊 我有在努力啦 你看看真是 你看我们阿健国中毕业 还不是想活到现在 我们在活着呢 阿健会成为大明星要感谢当时 你自己国中毕业还要扯人家 你小学毕业吧 对啊我小学 所以小伟你要去跟我硕士喔 其实我之前有去修一下 我有尽量努力 可是因为工作真的太忙了 所以我还是 这个压力太大了啦 再一次 再一次 跟他说 这小事 我也是 你 在开机 你 对